母亲帮儿子打扫风的肩 那无意之间呢 看到抽屉里的东西 当天啊就决定回老家 并且啊喝了农药 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哈喽大家好 我是小孟 前几天啊 听我爸爸给我讲 我家有一个远方亲戚 那我呢管他叫姑姑 是我爸爸姐姐家的这个 儿子的一件事情 听完了真的是颠覆了我的三观 那今天呢 我就把这个事情啊 给大家讲一讲 我姑姑在37岁的时候呢 姑姑因为一场车祸意外去世了 她留下了我的姑姑 还有她的儿子 当时姑姑的儿子呀 才7岁 姑姑从那以后呀 也没有改嫁 有好多人呢给她介绍 可是她就是说呀 她一个人挺好的 也不容易因为孩子的事 在起纠纷什么的 而且现在呀社会复杂 那就这样了 姑姑一个人把她的儿子带大 白天呢孩子上学 姑姑要上班 晚上呢还要独自照顾孩子 给孩子洗漱 那早上呢 还要起早给孩子做饭 真的是挺辛苦的 那个时候姑姑瘦的呀 就真的像拖了像一样 那好在这个姑姑的儿子呢 他挺争气的 考上了一所不错的大学 而且还找了一个女朋友 女孩家里边啊 是特别的有钱 刚开始女孩家 就是看不起男孩 因为人家要求门道户对嘛 但是看到姑姑的儿子呀 坚持和善良 对她的女儿又很好 然后呢软磨硬泡之下 同意了 已经结婚有八年整整了 在这个就是前六年吧 然后呢 这个我姑姑还对她的儿媳妇 不太了解 因为啊只有在订婚 或者是结婚 过年了才能坚持一面 因为儿媳妇这个家庭条件呀 特别好 特别有钱的那种 她也是想 儿子找一个有钱的女朋友 太难了 因为现在呀 没嫌谁跟你过呀 对吧 她觉得儿子呢 是从小呀 跟她吃了太多的苦 好不容易能过上 有钱的生活 可不能因为她呀 再把这个事给讲过了 所以姑姑一次都没有 去过儿媳妇家 她自己一个月的养老金呢 有1500块钱 也过她自己的生活了 那在农村呢 她种点菜 吃的呀 也都是这个绿色食品 而且呢 就是还可以和这个老邻居啊 一起作伴 打打牌 溜达溜达 跳跳广场舞 但在六年前呀 姑姑的儿子呢 就是给她打电话 说女孩回孕了 想要姑姑呢 去照顾照顾这个女孩 说岳父岳母呀 现在都挺忙的 都在忙事业 找了好多个保姆了 女孩也不同意 那没办法呀 就要姑姑呢自己去照顾女孩了 阿姨一听这个女孩怀孕了呀 那这么大的事呢 就赶紧收拾简单的衣服就去了 到了这个女孩家呀 姑姑还真的是懵了 女孩的条件呢 还不是一般的好 她家呀 是富士装修 三室两厅的那种 因为她们就是 是和岳父岳母一起住的嘛 因为女孩子家里面条件好 岳父岳母呢 也不希望她们的孩子受委屈 所以姑姑的儿子呀就一直在他们家住 那女孩和她儿子一间 然后呢 岳父岳母住一间 然后呢 儿子呢 就把她安排到了这个 离她最近的卧室 安顿了下来 女孩还说呀 自己中午还没有吃饭呢 刚刚收拾完卫生 姑姑就说呀 你都怀孕了 怎么还能收拾房子呢 阿姨就去去给你收拾收拾 准备准备做饭 到晚上的时候吧 这姑姑呀 也是正式做了韭菜一汤 给大家觉得呀 就是姑姑觉得自己做饭呢 还是挺好吃的 因为啊 自己在这个农村 谁家办个酒席 然后呢 这个姑姑也都是过去帮忙的 那当天呢 晚上的时候 大家回家以后啊 坐在一起吃饭 大家也是都很感谢 这个姑姑能照顾这个家 那也是做了一大桌子菜呀 那姑姑来了之后呢 也是更好的能照顾照顾这个媳妇了 姑姑呀 也是自然而然的 非常乐意呀 到了女孩家之后呢 她也是手脚非常勤快 在家里以后啊 基本上所有的家务果呢 都是塌包揽下来的 而且啊 这个女孩想吃什么呢 她就是变着花样的 去给女孩做着吃 因为她觉得呀 人家条件这么好 儿子也能享福 我但她女儿好 她才能加倍对我儿子好呀 才能把我儿子当回事呀 那后来呀 这个女孩通过这个十个月怀胎呀 生下了一个儿子 这让全家呀 非常的开心 非常的高兴 因为这老人呀 一般呢都比较喜欢拿孩子 所以说呀 她也不例外 女孩生 就是出了月子以后啊 就是说让我姑姑呢 在家里边好好带孩子 那后来就是大家每天都上班 姑姑呢 却在家里边做家务呀 做饭呀 带着这个小孙子 每天呀给她忙的呢 是焦头烂额的 但是姑姑心里边 就是特别开心 她觉得这个事啊 就是能为自己的儿子 儿媳妇做点事 让她心里边 真的是特别的高兴 更何况呀 还带着自己的小孙子 然后呢 也是使她更 就是特别的上心 那后来这个小孙子呢 一天比一天的长大了 马上呢 也该上幼儿园了 姑姑呢 每天就是早早的 给就是全家做好了 这个营养早餐 然后呀 就去把这个小孙子 送到幼儿园里面去 回来之后呀 就开始打扫家务 开始做饭 然后呢 开始啊 就是这个儿子和女儿 还有这个岳父 岳母 对姑姑呢 都是特别满意 姑姑在儿子家呀 一黄已经待了 好几年了 虽然说儿子 媳妇有钱吧 却没有给过她一分钱 反倒是我这个姑姑呢 把自己的养老金呢 拿出来补贴到这个 每个月的家里边 那我姑姑当时心里边 也没有什么怨言 她就觉得 自己青少的儿子 什么钱不钱的呀 那也都无所谓了 只要说是咱们家人 在一起和和睦睦 开开心心的一块生活 那就好了 刚开始啊 这个女孩呢 对姑姑的态度 还是非常友好的 但是后来 这个自从小孙子 上了幼儿园之后啊 这个儿媳妇对我姑姑的态度啊 是一天比一天的差 女孩呢 每天下巴回来之后啊 但凡看到家里边有一点脏 都会说呀 不过做这个家务 不细心 不过认真 家务活呢 做的不干净 姑姑做饭之后呢 女孩又是挑三解四 要不就是咸了 要不就是淡了的 说城里人啊 谁吃这么咸的呀 对身体还不好 反正还就是鸡蛋里边挑骨头 总能挑出点小毛病来 姑姑心里边还是特别不舒服的 那旁边的儿子呢 就觉得女孩家庭条件这么好 自己低人一等 然后呢 就是他这个儿子啊 也不向着姑姑 也一句话也都不说 姑姑感觉心里边特别委屈 姑姑虽然说心里边不委屈吧 就是不舒服吧 但是呢 也从来都没有抱怨过什么 那他呀 就把这个委屈 还有这个开心呢 就是自己磨磨咽下去了 每天呢 他还是照常的 做着这个家务活 带着这个小孙子 但是女孩的态度啊 就是一天比一天的差呀 他完全呢 就是把姑姑 当成了一个免费的保姆一样啊 每天呢 这个女孩啊 对他就是招呼起来 挥之急去的呀 这口气啊 也是越来越大了 那全然呢 也不尊重我这个姑姑 如果要是说真正的保姆嘛 那就好了 这保姆呢 最起码每个月还能挣点工资呢 那姑姑这可好 不但一分钱没挣着 还自己从兜里边往外贴钱 那就这样啊 也是得不到 儿子和女孩的一分尊重 真的呀 这姑姑心里边呢 就是感觉凉凉的 后来发生了一件事情啊 让姑姑把这件事情 就是彻底的让他寒心了 前两天呢 就是他小外孙子 五周岁的生日 那全家人都休息 要带着这个孩子呀 出去外面玩 姑姑呀 因为他们一早上一大家子 造的乱七八糟的 他就想整理整理 然后呢 家里边就是 先让他们去了 然后呢 儿子说行 那中午吃饭的时候呢 再回来接姑姑 然后呢 姑姑就说 好好好 这是一天放假了 不用做饭了 姑姑就歇了一会儿 在那看了一会儿电视 就开始收拾卫生 收拾到这个儿子 和女孩的书房的时候 女孩的办公桌上 乱七八糟的 什么饮料瓶啊 纸片子啊 哪可那都是 姑姑呀 就想着收拾收拾 还有一些笔 当时姑姑就看着那个抽屉啊 就想把这个笔放在里边 他打开以后啊 看了一下 里边有一些零钱 并且用一个夹子夹着 而且上面啊 还写着 别动这些钱 我这呀 都是有数的 那缺钱呢 你可以管我要 但是不能碰我这个钱 看了之后啊 他顿时就瘫倒在地上了 这姑姑心里边特别难受啊 就想着自己 这么多年 无怨无悔的帮着这个家 帮着做家务 帮着做饭 带孩子 你说这么多年了 虽然说这个女孩啊 对自己态度不好 但是自己也从来没有抱怨过什么 但是却没有想到啊 女孩啊 她竟然像房贼一样的防着她 让她实在啊 不能接受 她再也不想伺候这一家白眼狼了 那就想着 还不如自己回老家 好好的安度晚年了 为了儿子而喜啊 那她这样呢 就算也是可以了 自己的一生呢 也都是这么过来了 然后啊 她就马上起身了 回到自己的房间 开始整理好东西之后呢 就给女孩打过去电话 自己啊 说自己要回老家去了 儿子当时也并没有说什么 换完电话之后啊 然后姑姑就直接回了老家 回去的时候呢 在这个街上啊 碰到了几个原来的老邻居 那打了打招呼 等回去以后啊 阿姨就想啊 心里边越小 自己越委屈 那自己的老伴去世了这么多年 自己一个人 含辛茹苦的把儿子养大 本来就会想着 儿子呀 能好好地伺候他 那你不伺候我也行 我伺候你们一家也行 可是啊 这儿子却是这样的做 这是娶了媳妇王的娘啊 那真的就是让他挺后悔的 没想到啊 自己的晚年却是这样的 儿子而喜啊 对他呢 也是这种态度 而且儿子的媳妇呢 还像这个防贼一样的防着自己 让姑姑越想越心寒 于是啊 姑姑就跑到这个自家的院子里 拿了一瓶农药 然后呢 一口就喝了下去 这白天不是有一个邻居吗 看到我这个姑姑回来以后啊 他就想着 晚上吃完饭 来找我姑姑聊会天 这一进门呢 他就傻了眼 看到姑姑呀 喝了农药 便淘汰在地上 他就呀 赶紧拨打了这个120 那么姑姑呢 也是及时的被送到了医院 然后呢 又给这个儿子而喜 打了过去电话 儿子而媳妇听到了以后呀 就赶紧往医院跑了过去 幸亏呀 送去得及时 姑姑呀 已经通过这个喜悲之后呢 就已经脱离了这个生命危险 那这个姑姑醒来以后呀 就像重生了一般 就把自己的心里 所有的不痛快呀 全都说了出来 这儿媳妇听了这个阿姨的话呀 也是深深的自责 就觉得自己这么多年了 确实也是特别的不孝顺 才导致了姑姑这样的方式 那心里边是有多委屈啊 竟能想不开 想喝农药自杀呢 那儿子也是更羞愧了呀 自己扇自己的耳光 跪在地上 求姑姑原谅女孩 也是惭愧的低下了头 姑姑呀 就和他们说让他好好回城里面生活 那他自己啊 在老家也挺好的 和邻居说说话 自己挣钱呢 也是可以养活自己 那儿子呀 和儿媳妇一再要求 说让我姑姑再回去 但是姑姑呀 却说 说什么都不再再回去的 因为他真的是被这个儿子 和儿媳妇深深的伤透了心 姑姑为了儿子呀 真的是可以说 倾尽了自己的所有 但是却换不来儿子的一分感恩之情 反倒呀 是深深的伤了他的心 风欲静而树不止 子欲养而亲不带 所以呀 我就呼吁全天下这个子女们呢 在自己父母还健在的时候 一定要好好孝顺自己的父母 我要说等到哪一天呀 父母不在人世的时候 才去后悔 为什么没有早点去孝顺父母呢 那么就在这个时候 还有什么用呢 大家说对不对 大家说呀 这个姑姑的儿子呢 儿媳是不是做的太过分了呢 让儿子儿媳妇气的呀 都喝这个农药自杀了 幸亏抢救的及时救回来了 那要不然呢 又是一场悲剧的发生 那对于这件事情呢 大家有什么想说的 可以在评论区留言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